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战争的情况 所以按照推背图的理解 武统台湾的战争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情况 而出现的问题在于君臣之乱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君臣之乱是如何发生的 其实推背图的第42项已经说得很清楚 42项的颂约提到 西方女子琵琶仙 脚脚衣裳色更仙 此时魂祭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整个第42项都是在说西方美人 我们这里有两个时间节点解读 第一个就是西方美人 就是中美建交 尼克松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建交 这个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也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所以成为推背图的一项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而我们频道的第二种解读 我们之前也强调过是未来的项 这项基于大清政孝序的一个称语 那就是大清亡于共和 共和亡于共产 共产亡于共管 而第42项就是未来共产亡了之后的共管政权 但是按照目前的发展局势看 第二种解释 似乎是没有第一种解释靠谱 当然时事还是变化的非常快的 也可能有所反转 我们还是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西方女子到来中国之时 就是中美建交的情况 脚脚衣上色更鲜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字面意思的情况是美人穿着白衣服 但是这是预言的诗句 里面肯定有深意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不一生活的更好 之后两句非常重要 此时魂祭居朝市 闹乱君臣百万般 谁此时魂祭居朝市 正是西方美人 也就是西方势力 魂祭居朝市 说这个西方势力不但渗透到了市 也就是民间 还进入了朝 也就是朝廷 这里只在官方 也就是西方势力的渗透 进入了中国的高层 中共政权从建政开始 一直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都是反对态度 把美国称为美帝野新郎 把那些稍微赞成西方理念的人 称为走资派 严格控制商业 严格审查海外关系 可谓对于西方世界的渗透 是非常的敏感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因为理念上 共产主义根本无法对抗西方的民主 在经济上 共产主义国家最擅长的 并非是制造财富 而是制造贫穷 世界上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 都是以贫穷著称的 所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根本就是纸上谈兵 违反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所以共产主义国家 经济都是一团糟 就连当时最不可一世的苏联 也逃不过这个规律 所以在中共建政初期 他们是不敢与西方接触的 因为他们怕先进的西方民主 给中共的统治带来冲击 让中共的那些所谓信条荡然无存 让百姓知道 共产主义是不会给人们带来富裕的 然而从中共建政 到毛泽东去世这段时间 中国好似人间猎狱一般 不但扼杀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还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 心中本就少有的人性 到了1978年 中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开始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已经被毛折腾的 完全是一片乱世 再不拨乱反正的话 共产党的江山就没有了 所以邓小平决定开始 走与毛相反的道路 但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西方这个时候进入了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发展得很快 外资涌入中国 很多人出国留学 中国的官员也开始与西方世界接触 并且最重要的是 经济成就成为了考核官员的标准 只要会搞钱 GDP高 地方官员的升迁之路 就一片平坦 一波深暗资本征质的官员 成为了官场的明星 改革开放四十年 搞活经济 吸引外资 成了这些官员的主要政绩 那么中国的官场 在这时已经对经济发展 是高度一致认同的 直到习上位 经过了三十多年 近四十年的积累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认为中国应该称霸世界了 于是推出了 有挑战美国地位的一带一路政策 公开收小弟 想要与美国对抗 随之迎来了美国的反制 通过贸易战 开始打响中美之战 2019年新冠疫情之后 川普总统下台 然而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并没有放松对于中国的围堵 在台海大作文章 联合盟友对中国继续围堵 就在这种极限压力下 中国内部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以李克强为首的重塑经济派 和以习为首的动态清零派 这两派一派看起来要继续改革开放 想要与美国和好 并且想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希望民众相对更加富裕 而另一派则是习主张的国际民退 这一派希望打击民营经济 打击资本 排除外资 让中国从市场经济进入计划经济 让中国进入朝鲜般的经济内循环 走左转的路线 这和42项最后一句就基本契合了 闹乱君臣百万般 也就是说 一把手习 也就是君 和他手下的臣 在治理理念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就是闹乱了 在第42项末尾 收到了一个君臣之乱上 这种乱又持续到第43项之上 42项是一个时间跨度 是中共国的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 而改革开放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 中共进入了第三阶段 君臣之乱阶段 第42项末尾 提到了这个乱的初步 而事情发展到了 推背图的第43项 这种乱局变成了君非君 臣非臣 延续了第42项的解法 习派和改革派 在第43项彻底决裂 而第43项也提到了一个时间点 黑兔走进青龙穴 2023年 2024年之间 这个就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这里就不多说 到了这个年之后 会出现一个欲进不进不可说的情况 这个情况我们之前说过字面意思 就是说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今天我们就随便猜一下这个局面是什么 君臣成为两股势力 两股势力并非有多复杂 除非是不止的是两股势力 君有一人 而臣并非只有一个 出现的是不可说的局面 可能是说的 中国分裂成好多个地方军阀 其中 当然有所谓改革派 然而一旦分裂开始 一些本就不该属于中共统治的地区 也将离开中国独立 最为典型的就是西藏和新疆 这两个地区一直有独立势力的运作 一旦有分裂发生 这些地区一定会趁乱起势 除此之外 那就是党内的派系 改革派是一个派系 但是并非唯一派系 可能出现另外三四个独立势力 而一旦中国分裂 台湾也会在这个时候独立出中国 因为中国都分裂了 之前对于台湾的制约也就不存在了 这也就是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就是说台湾独立事件 台湾独立应该是在大陆乱局之后的15年时间左右 然而这些国家分裂之后 只是分开发展 使兼威中克定的意思就在这里 国家刚刚分裂的时候非常危险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安定下来 非常危险可以理解成局势非常危险 就是说剑拔弩张 推背图第42项已经对军臣乱局下了定数 那就是长工在地 威而不威 一直是危险的状态 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战争 这里的威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第43项 威也应该延续这种情况 说明虽然分裂对质 但是大方向只是相持 我认为这种稳定可能是在外部势力的加持下 改革派的力量可能受到西方势力的保护 而习派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印度支持西藏 新疆总有穆斯林世界的支持 其他的党派也都各有归宿 例如东北如果独立 可能会获得日本的支持之类 这样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分裂状态 然而这种状态有多少年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觉得这个年头可能不会太短 没有几代人的力量 是不会进入匹吉泰来就国春的局面的 好 本期的白鹿探寻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